我觉得中国大陆是以经贸为基本的动力 带动自己还有全世界一起向上发展 美国在创造的国际秩序 都是用政治跟军事当作动力 所以沈亿刚刚讲到说 他带来的是破坏 造成各地的矛盾跟冲突 那显然大部分的国家都希望有发展 所以中国大陆在发展的过程中 我认为是就内部来讲是 我们说积累了完整的工业基础 那就厚积勃发 不断的衍生出各式各样的科技创新 对外就是衍生出 141个国家是最大贸易伙伴 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是觉得 为什么中国的朋友会越来越多 这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大部分的国家当然要求生存跟发展 那大部分的国家还没有富裕 所以还是希望能够提升生活水平 所以自然而然 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动力 就会使他的朋友越交越多了 那可是中国大陆大概也发现了 这个时候是在经济转型的一个转捩点上 就是说基本上人口红利 不能够只靠劳力秘籍了 这个人口红利要变成是人才红利了 那人才红利就要用薪质生产力来加值 那劳力秘籍产业 这些人要经过一些新的培训 跟一个转移的过程 所以他这个过程当中势必 也会有一些震痛期 比如说我举个数字 比如说2023年 中国大陆的房地产的 占GDP的比重还有25.9% 可是基本上到2030大家估计 大家可以降到16% 16%就已经很接近美国目前的状况 美国的房地产大概只占 它的GDP大概只有15% 那中国大陆这个转型的过程 我认为是必然的 因为城镇化有 然后接下来而且人口 平均年龄也变大了 那这个自然而然 就会房地产的需求 一定会比过去少 那可是一定会有人要转业 那或者有人失业 所以我说中国大陆 我觉得政府看到了 从比如说房地产 移民所释放出来的就业的人力 还有从劳力秘籍产业 所释放出来的失业跟人力 那怎么样来做调整跟转化 这个中国大陆一路走来 对改革开放做制度改革 他还是有信心 所以基本上还是要往这个道路走 那我觉得未来的开放 可能会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 如何透过 这个我们讲这个财金融 还有税收的改革 那释放更多的资金 让民营企业 还有中小企业有发展的余地 那可不可以吸纳更多的就业 这个是一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薪质的生产力 带动产业出口的升级 事实上中国大陆目前出口 已经明显在升级 就是他几乎都是ICT 或者机电产品 机械产品等等 已经居于主流 而且也产生了像电动车 太阳人 还有半导体的成熟制程 这些我们说新的出口的一些优势 那我觉得政府就是在 把握这些机遇 那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 能够做大做强 那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出口的部分 是没有什么问题 目前出口的部分 事实上我们看最近的数字 那出口的成长 是 那个成长得非常的迅速 尤其这几个月 那反而是进口的部分在下降 那这进口的部分 坦白讲就牵涉到国内消费力的复苏的力道不够 我觉得他大概也看到了 所以呢 就基本上希望能够 我认为未来可能会做的啦 比如说包括 我可能我觉得中国大陆可能会单向 对外资做一些开放 单向 以前都是寻求互惠嘛 那现在自己的底气比较足了 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特斯拉开放到上海设厂 那带动了中国大陆电动车遍地开花 那现在甚至变成 我认为已经要零驾特斯拉了 这样的一个态势 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也得到一些信心 所以可能会对 自己认为自己做的比较不好的产业 我认为尤其是服务业 可能会有一些单向的开放 那另外就是 我认为金融体制可能会做一些变革 比如说我现在可以理解的就是 中国大陆有4000家银行 那地方上的小银行啊 坦白说啦 经不起这个房地产风波的折腾啊 或者是地方政府辅债务的折腾啊 可能会促进小银行的整并啊 让这些地方的小银行 能够增加他的融资的能量啊 那更能够做地方上的一些融资的业务啦 那另外就是税收啊 这个这个都是我比较有兴趣的部分啊 因为我们现在只看到大方向出来 可是坦白说啊 在发展的进一步的开放改革 还有安全跟风险的管理 这二者之间是有一定的紧张的啦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 要继续开放 可是呢坦白说啦 也知道美国 还有为主导的一个敌对的势力 对你也是虎视眈眈啊 所以又要做 外资一旦进来之后的风险管理 然后还有如果融资放太大 那国内是不是会有一些杠杠做太大的 不负责任的企业 那造成一些不好的一些经济的后果 我觉得政府在这两面都要拿捏啦 那不同的领域 对发展跟风险管理 到底要朝哪一边摆啊 我认为在不同领域 大概都会有不同的政策出来啊 那我认为在未来两三个月 应该这些政策就会陆续出容啊 那那个时候看会看得更清楚 不过我觉得确定改革方 拍放为这个大方向啊 然后促进这个薪质生产力 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的全面的普及啊 然后带动出口产业的升级 我认为这个方向已定了啦 而且还理了两个时间点啊 一个是2029 2029就是这些改革措施都要到位 那2035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嘛 那我认为2029 大概就是中美要决胜负啦 至少在科技跟经济上 我认为2029大概就要决胜负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